老伯,歡迎回到你家 這裡就是自己的私家Lobby 由電梯出來就是自己的地方 這裡可以放一張換鞋椅 又那邊可以做一張矮一點的鞋櫃 或者任門櫃 推開自己的子母大門 進來這個橫踢 樓底也挺高的,3.5米高 然後整個空間是相當寬闊 除了這個橫形之外 其實這裡有一個類似偏廳的位置 都可以見駛的 有線窗,如果你開了樓台門 就開了這些線窗,就能不對了 如果在這個廳最漂亮的景觀 一定是看這邊 會看著九龍醫院,再掃過去 就是啟德那邊 這裡就是全都市景 再看著飛鴨山,北架山 景觀都很開陽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48呎的平台 打開了之後 你就可以跟外面有個連接 你可以聽一下波打龍的車聲 是吵不吵的 然後這邊就看回加多利山那邊 其實整個視野接近300度 我們再進來客廳 如果整個客廳擺位上 這邊就一定是客廳的位置 近廚房就在這邊 就是飯廳的位置 而那邊就作為編廳 而這裡也有另一個露台位 整個露台都放得下 一張椅子、一個茶几 這樣看著風景不差 可以放在一個觀星兒 這樣看著聲音 這個廚房 廚房是長型的 做了一組U型的廚櫃 有一個門口延伸到這個盡頭 我最喜歡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角櫃 對 基本上就是兩個升盤 一個水龍頭 這樣就方便洗鑊 全山景 前面就是知名的學校 有一個馬火爐 兩個爐頭 所有間店都有名牌 所有東西都齊了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雙門的雪櫃 蒸焗爐和烤爐 然後轉過去就是大閘必備的工人套房 有窗的 非常之好 整個配置來說 廚房是頂呱呱 我們先看看這邊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客廁的空間 它向客廳這個位置就是用堂門的 有省位 然後進來就是座廁、洗手盆 還有一個淋浴區 而且是有窗的 非常之好 然後轉進來就是第一間房 第一間房間可以南北通的 這邊就看回九龍塘那邊 一些矮層的屋 還有這裡會有一個堂門 可以去平台位的 看回啟德那邊 所有東西開完之後會很扯封 整間房間就很通爽 我們看看另一邊的睡房 第二間睡房就大一點 小床就應該放在那邊 那這裡做煙櫃 然後有一個浴室 也是洗手盆座 像浪浴 整體來說就是 站立實際一點的 然後就看出去 那邊就是荷文鐵 這邊就是啟德 都是一個都市景 我們在17樓 剛剛過了前面那陣子 即是窩打路道那些 舊樓 所以景觀是非常開眼的 再轉過來 最後我們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入門這邊 就有一條比較長的走路位 就有點浪費 然後這裡就是它的主人浴室 主人浴室這邊就是四件套 就齊的 有個大櫃 淋浴浸浴都可以的 實用為主 站立 然後這邊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就是夠長身的 擺位置 我這邊會擺主人床 那邊會擺衣櫃 扣窗台的位置 我會整個書桌 看著這邊整片脆綠 或者是一些矮小小樓 做事都挺OK的 尤其是景觀這麼闊 整間套就看完 次這間發展商就招標 萬一 以向車價就三萬一 為起總價大概是五千一百萬 你覺得發展商有沒有賣過 歡迎留言告訴我 掰掰